我們將從第一章進到第12章來了 這本書總共收集了大約有100多題的題目 在第12章總共有50題 那進去提醒主要意思就是當你學完了 我們剛開始讓各位先去玩一些程式 寫好的程式 你在ID環境裡面把一個一個都執行過了 大概有一點程式的概念 接下去我們有語法指令的練習 然後到入門以後我們就開始練習語法 那到進階這裡來 我們就開始要用到一些簡單的邏輯 跟演算法 真正的演算法我們放到第13章 所以這裡都會有一些程式的概念跟雛形 裡面我們會講到在這裡有收集幾個題目 大概就是激震 激震的轉範 亂數的產生 月曆 函數的設計 還有激震的相加相乘 我們大概收集了這五題 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簡單 但我們希望各位看完了以後都能夠依照題目的精神 自己再去寫一個 重新寫一個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了解 好我們往下看 第三十二題要講的是轉置距震 轉置距震其實也不難 它就是我們在講的一維一般的其他的程式也把它叫正列 在數學裡面叫行列式 到電腦裡面它有一維的正列 二維的正列 而是Python把它用list來做 像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list 它為什麼不叫正列 因為它正列裡面又分了四個 一個是list 一個是原主 那再來就是字典和集合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x我是用大寫 當初可能打也打錯 就是用大寫的x 那這個橫左是2 重左是3 要把它轉成result 橫左是3 重左是2 那這裡這一列都是第0維 這一列都是第1維 所以是2維 那要把它轉過來 其實程式用回圈 各位看到這邊有回圈 在回圈 兩個回圈裡面 這個x可以定義 這個它是有兩個 3個 那這個定義呢 就是兩個 橫左一個 橫左一個重左 因為它是要 往右列印 所以 重左先來 然後再來橫左 橫左這樣它可以交換 只有一個例子 你就把它交換掉了 result zi ai等於x的ij 然後 for i in result r 是一個引數而已 它簡單只有一個引數 然後這result呢 它會分兩次印 先印第一行 再印第二行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程式 進到這裡來 把這個程式轉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矩陣的圖形 這就是矩陣的圖形 x大x它橫左兩維 重左三維 那要轉成三維對二維 3列 橫左是3 重列是2 那就12放到這裡 原位置不動都是00 然後再來 01本來是7 現在轉成4 然後02它本來好像要轉過來 它要轉過來 所以這個轉至寄陣 從這樣轉成這樣 把它橫擺 橫擺還要 就是對角再對調一下 這這樣的對角再對調一下 變成這樣 那result ji等於xij 把它印出R 我們把程式run一次 做到這個地方 複製起來 把這個打開 打開 打開這個是0 好 我們就把它放到這裡來 ROCK 好在這裡 ROCK的結果在這裡 好這是我們剛才在練習那個函數的 練習那個 IMPORT的函數 我把它關掉 重新ROCK一次 這樣就不會亂ROCK 好這樣不要單純 畫面單純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 最終 最終我第一個先printprint 括號大X 它印出這個X的 串列 我們這裡是這樣擺 這裡是把它分行 它只有分行而已 好 那我也可以printresult 已經產生的 轉字過產生的result sult 也出來了 也出來了 然後 我們還可以叫它print r 1 int 好 你先發現R它只印了第二個 因為剛才 這個result是01 嘛 所以它只有印出R這一個 那要知道x這一個的 橫左 要知道橫左 我們先找縱軸好了 縱軸 縱軸我去print 掛號 lens 掛號大X 它印出重軸是3 我也可以印出橫左 print 然後lens 掛號大X 然後 off0 再又掛號 兩個 它印出是2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來追蹤 追蹤 正列的 正列它在這裡叫串列的內含元素 轉字前轉字後 以及剛才用軌圈運出的第二個 第二尾的資料 跟印出x的 縱軸的長度跟橫軸的長度 好 這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第一個 在進階裡面的第一個叫 轉字 激正 33題要講的是 產生隨機亂數 隨機亂數在每一個語言裡面都有 像Basic 它用的就是 RNG 那 其他語言通通有 那在Python裡面呢 我們必須要 import進來 因為它在內置裡面它沒有放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就要把一個 把Random叫進來 它是 它是一個模組 其實模組就是函數 套件 模組大概就是一個檔案 套件大概 也就是 在程式裡面的 一個file裡面的 然後 Random它原先寫成了 也是點Ty的程式 我們把它叫進來以後 它會變成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我們現在要印10個 1到10 到這邊是11 是1到10 然後這個乱數是1到100 等一下 你看它1也有 100也有 然後產生10個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程式 出去 這樣就可以把它叫出來 這樣就可以把它叫出來 叫這個程式的話 從 這裡也可以把程式摳起來 好 這樣我可以摳到這個程式 然後進到這裡 好 那產生一個 new file 放進去 把它RAW 好 我們的另外抓一個好了 從程式來做 從那邊做 OK 應該是可以的 好 我就把它RUN 好,那这边是十个 十个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把程式 稍微微笑着 这样比较容易观察 我们现在要教它看是不是 一到一百都有 就把这边多 一给你百,我们就产生一百个好了 产生一百个 OK,就RUN了 那么 观察一下 目前有看到一 又看到一百 所以一跟一百都有 这样子就包含一跟一百的 乱数,这样子是产生一百个 乱数的指印是 函数是R,A,N,D,I,N,T 这里是叫它印的时候 每一个用空白印 这个根コ 나�寸就没有 它的寬数就这一个 其实是物件形态的寬数 那这一个物件就是这个模组 在模组R,A,N,D,I,N,T,I,N 底下的 寬数 那这个模组你可以用 这样打打D、I,R 这边 D,I,R用Random R,A,N R,A,N,T,I,N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一个 模组底下有哪些寬数 一大大大函数 那 Random在 在这里 R-A-N-D-I-N-T 我们可以用Help 可是这一个Help它好像没有人进来 所以我刚才有打它是不行的 就是Help R-A-N R-A-N-D R-A-N-D-I-N-T 好看看有没有 不是没有 有时候它没有做进去 还没有做进去也没关系 那自己到网路上去找 找相关 乱数的函数 就是R-A-N-D-I-N-T 那程式的写法只有三行 产生一百个 随机乱数 随机乱数它还有 从物产生的 也有不从物产生的 所以各位可能这个就要一点点技巧了 如果你要不从物产生 应该怎么做 不从物产生就是先做一个阵列 把你的乱数先放去阵列里面 再去把阵列去做交换 乱数交换 就会产生了 好 那我们接下 等一下就会做到了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程式 讲完了 随机乱数以后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发牌程式 发牌程式就是利用到这个Random 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要花四手牌 四个人 那牌子总共有52张 把两张鬼拿掉 剩下52张 那这52张分别是 黑桃 红桃 方块 梅花 然后这些是跟我们想的有一点电倒 我们有时候都会写 黑桃 红桃 没有关系 我就这样写 会这样写的原因是配合 普克牌的ASCII ASCII是好像3456 好 接下来就是ASCII 3456你要是用 不见得每一个都印得出来 我们这里印出来是用UTF8的中文字形印出来的 那我们再看 Numbers chain 就是字上一个字上它要show number 从AE2346789T JK QK ZQK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发射印出来 要发射印出来我们有一个逻辑 各位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程式先run一下 程式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先把程式叫出来好了 先把程式找出来 先把程式找出来 诶 好 这样都call到了 copy到这个程式 然后放到这里来 好 来把它run一下 把这个程式run一下 run这个module 3.0 好 它就发了四手牌 每一手 十三张 那 十三里面各位看看它不会重复 那这不会重复的原则上我们是怎么做 要印出这52张塔 我们要思考一下用什么 逻辑来印 那其实它的逻辑呢 首先就是用一个阵列 这正列先把它填满0到51 所以正列从0到51这样都填满 接下来我们必须把它做对调 从第一个开始产生一个乱数 看要跟第五个换还是第十个换 把它换过第一个就不会是1了 接下来第二个也再产生一个乱数 看它要跟后面哪一个换 换完以后它就不会是2 然后接下来根据这52张牌 把它去除以13 它的伤数就是花色 因为51除以13 它的伤一定是0123 那0123我们让0是红桃 让1是黑桃 让2是荒块 让5是梅花 这样它乱数以后它就会产生这样 至于后面这个数值大小 就用余数 51除以13的余数 余数如果是0 就按A 就印A 余数如果是2 就印2 余数如果是10 就印T 余数如果是11 就印Z 余数如果是42 就印Q 那 我们开始来看看 看看它的城市 这个花牌城市 我共写了4个相关的城市 就是让各位去思考 首先我们先看主城市 就是花牌城市 我就把它run了 点一下 就run run了以后 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给各位书本上的城市 你把它run一下 它就印出这样子 没错 就跟课本一样 但是要看逻辑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逻辑 那这个我们是从那个 乱数花牌花色逻辑说明 这个城市印出来的 也就是这一个城市 乱数花牌花色逻辑说明 那城市在这个地方 乱数花牌花色逻辑说明 好我现在把逻辑说明跟各位讲 因为要乱数花牌 所以你必须要 引入一个 乱数的函数 好 那乱数的函数 我们签flower 我先没有印花色 我先用文字 hsdc 好它就是 ASCII印出来的文字 那后面因为1到13 这个是0123 K K42 刚才说K43 就是K42 因为这0开始嘛 那先把C串列先清空 清空以后就把串列从 0到52 0到52 其实是0到51 0到51 0到51 C append的一个I 那这个C的串列 就会是从 0到51填满在里面 这里面我们有印 印出来结果来对照一下 印出来的结果就是 这个0到51 把数字填进去 然后第二个就是产生乱数 我们从0到51 产生51个乱数 这就51个乱数 但是它会产生相同的 所以不适合来做花牌 它只适合作为要去交换 比如说第一次是39 所以0会跟这个39 就对掉了 所以39跑到这里来 0跑到这里来 那第二次是跟47对掉 所以第二次的这个1 会跟47掉 47会跑到这里来 1会跑到这里来 从这样子从0一直换到第50个 或51个都没有关系 它就全部换掉了 我就会产生一个 不重复产生的乱数 接下来我们1到51 把它内容印一次 这里又重复把它印一次了 其实这个要印52 比较恰当 这要印52比较恰当 我再把它改一下 好 那我要RUN了 我要RUN以前这个先把它关掉 这样RUN 等一下出来会比较清楚 好 它已经出来了 这次出来4到51 好 其实这一个跟这一个 其实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印这个 就告诉你 我现在要每13张牌 下跳一行 就这个数字 每13张牌 下跳一行 下跳一行以后 接下来呢 我每13个要下跳一行 其实是用这样下跳的 如果I加1 除以13等于0 就做一个print 这样它会下跳 每13张它会下跳一行 记得这里要加1 这里要加1 这里要加1 那消跳以后呢 我们这里要印花色了 因为我这里印出来就是商数 就是这个数的商数 除以13的商数 那这个是 这个除以13的余数 这个是这个除以13的商数 第一排商数都是0 余数就是等一下要印的花色 在下面留印 就是变成这样 HA A就是0我们印A嘛 1我们印2嘛 12我们印K 那等一下要印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H 印成花色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阵列 把它改那个花色就可以了 它就印花色了 然后中间不要空白 好我们接效器呢 跟各位说明的就是 又产生了一个乱数了 产生一个乱数 这个乱数各位可以看 它是 在 这里 哦 这个是 因为刚才已经乱过了 乱过的数字 看这个地方 硬数字画色 好 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有下跳13这个 所以这一个 就是把 13我们来找一下 首先第一个下跳13的 因为我这边没有做符号 所以它会有点乱 好 银金带很下面 很下面 很下面 在这里 好 没错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只是印乱数 印乱数 印乱数 这一个乱数是印到51 所以它只印到50 它少了一个 我们这里还是把它改52 这里还是把它改52 OK 好 再弄了 好 因为这里少了 一直到50而已 我们也要到51 嘛 所以再把它弄一次 就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已经有产生51了 51在哪里 找一下 有两个50 所以我们这个乱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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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其实这个50 它重复产生也无所谓 因为做什么 因为这乱数出来 只是要让它们去换 去换 它要跟 就是这个R嘛 它要是跟这个R换 所以它产生50都不影响 它这里会重复产生 那从这次换的结果了 这是乱数换出来的结果了 乱数换出来的结果了 乱数换出来的结果 这里不会有重复产生的 不会有重复产生 然后接下来就是 再把它印花色和数字 这个逻辑呢 这个逻辑呢 我们就来看这里了 看这个逻辑 其实在书本长得很清楚 各位看好 在书本上 我们换呢 是这样子换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0 1 2 3 4 5 6 7 就这样一直到51 那它换两次以后 这两个被换掉了 这一个跟23换 这一个跟40换 那第三次呢 它的乱数如果是50 它就会跟50换 这里就变成50 第四次如果是6的话 它3会跟6换这里是6 所以这样一直扫到底的时候 这边全部被换掉 换掉以后 我们要知道它印的数字了 我们印的数字是根据这个原则 课本上有这一张图 我们来看看它的逻辑 就是0到51 如果把它除以13 第一排的桑树会是0 第二排的桑树会是1 第三排的桑树会是2 第四排的桑树会是3 然后把桑树呢 印它的花色 0就印红桃 1就印黑桃 2就印花块 3就印梅花 那上面这个是它的移数 每一个 每一个这样一个横 一横 横 應該叫 横行好了 好 那这横行你看看 它 如果移数是0 我们就印A 如果移数是1 如果1我们就印2 2我们就印3 一直到12我们就印K 因为9要两个字说 我们就印T 9要印10 10两个字这样会乱掉 就印T 第10个位置印J 11个位置印Q 12个位置印K 那这样1234到13 都有印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逻辑 那 我们再把这个程式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跟各位说明 这个程式我们是用这样 各位看看那个花色 印花色 哦 花色你可以用字串 也可以用串列 字串的话 你要算它是第几个字 这里就是印第1个字 I大I加1 这样就去举I那一个字 那如果正列的话 就直接写它的第几个正列 的位置 那大小数字也同样嘛 因为 花色是 4个花色 黑桃 红桃 红桃跟 黑莓嘛 那数字的话就是A到K 就是这样 我把它让你试哦 它就是这样 那 在上课的过程中 常常学生都会问说 这个数字怎么来 这个数字 其实你可以从这样印就知道了 你可以用这样印哦 因为 现在 字串 我现在印Flower 各位看我印一下Flower 我直接print 在这里 Flower F-L-O-W-E-R 好 看一下这个程式 先设Flower等于4个花色 计算它的长度多少 就是在这里印出4 就是这一个 Lens of string 然后1到4 印出这4个 它印出来就是它的内码 也是我刚才要讲的 这个其实它是 UTF-8的内码 那我要知道它的内码多少 用这一个就可以印了 用这一个 这一行 那我一定是给各位看哦 首先 我们先print print 这个都不能打错 print 然后 挂号 Flower F-L-O-W-E-R 然后 挂号 这一个 D-A-0-Q-E-R 这个 好 再来这个 那它应该 理论上它应该 应该印出红心 刚才 不知道哪里打错 两个字看起来都一样 可是它这里出现错误 就是 打字的时候 Anyway 反正现在出来了 所以它就是印出 第一个字字 红心 那如果你想印它的内码 那印它的内码 只要把这一个 再复制一次 就是 这里打ORD ORD 就order 然后 这边再加一个挂号 Enter 它就出现ORD 就是它UTF8的内码 这个可能是big file 因为它刚好两个字 两个字很可能是big file 然后 红桃就是9829 黑桃是9824 荒块是9830 梅花是9827 应该是big file 那如果是 就是NC NC code 如果UTF8的话 它应该是有三个码 长度有三个码 长度会是三个byte 好 这个就是我们大致上 跟各位讲解的 各位把这两个程式run一run 把现在我们讲过的都看一次 最好能够有能力自己写 因为看人家讲解自己不写一次 出不来的 那常常写程式会这样 我明明看起来都对的 可是它错了 我就再重打一次 就出来了 好 以上是跟各位说的 花牌程式 我们在进阶提醒里面 我们选择的几个都是很典型的 非常典型 那刚才跟各位讲的就是 乱速随机发牌 在上一题讲的是 矩阵的旋转 那现在要讲的是显示阅历 这个很好玩 很有趣 而且可以测出相当相当的功力 所以希望这一个 各位认真看 在进阶提醒这三个 希望各位都到目前为止这三个 后面还有两个 希望各位认真看 那显示阅历呢 城市我们写在这里 现在下面有点被盖掉 没关系 它就是要印一个阅历 我们当如果印阅历 输入年份 输入月份 它就印一个阅历给我们 那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城市 我们城市在这里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城市 那城市怎么写呢 城市怎么写 这个就是它的城市 先把城市先找出来 从这里 也可以从这里复制 Ctrl C 到这里来 这35块把它关掉 诶 就是 诶 我们看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 课本上 在我们写的这个城市 在我们扣进来的城市 其实是 之二 之二 我们还有一个 之一 那 我们先把之二 run给各位看 在file里面 new file 就把它贴上去了 贴上去了 以后 就run一下 看 有错误 下面 咱说不知道有什么 把它拿掉 好 干脆这个都把它拿掉 好 它有run吗 没关系 我们再来找我们的城市open open 我们的城市 在 在 夜历 自二 夜历 自二 好 这一个 好 再把它run一下 把它固执 哦 下面少了一个print ok ctrl c 万道0 来 贴上去 好 好 那我现在就把它run了 把它run 好 那之二就是我们写的阅历 我们写的阅历成这样 其实不长 可是在这里看起来是很长很长 这里好像少了一个 跳四格 这里要print print是什么 哦 只有print 一个东西而已 print一个off 一个 这样 好 那这样程式就完整 刚才是没有抠到这个 那 如果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城市 其实 在python里面 就是这个之一的城市 它有提供一个函数 如果你设定年份 YY 设定月份 第一月 它就会run 2019 现在如果是2019 3月 我就用2019 3月 完全上 remot 1月 1月 2月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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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January 星期二 星期二我們來看這裡 2019月3月2月1月 1號星期二 就是我們比較不喜歡的就是 它第一個不是星期天 這兩個格式不一樣 所以現在有一個麻煩 如果你用系統給的函數 必須要是它的格式 你如果要你自己要的函數 你來看看我們自己寫的 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跟現在現行的 月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自己寫了 自己寫在這裡 我們也是2019月1月就把它run了 就這一個 那這個格式會跟這個比較相近 3月 各位看這個格式就比較接近了 就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是這樣子 所以 我在課本前面都有提到 所有的函數都可以自己寫 那為什麼自己寫函數 因為它的函數的引述 我們要去了解 這很麻煩 我們自己定義自己的 然後再來格式出來的格式 也是要它的 所以我們寫跟它是一模一樣 你看它這個只有兩個字 我們就把它印成三個字 那程式怎麼寫呢 請各位仔細看 其實不難 現在要這個程式從上面到下面這樣流程 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如何寫出這個月曆 上面這個月曆是 系統給我們的函數 這個月曆很簡單 那時候一個指定就出來了 設定年月才會出來了 可是它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這個 跟它一樣印月曆我們先輸入年份 再輸入月份 那這一行MD 叫Monstake 那一個月的第一天是 星期幾 那你要知道 那一個月的第一天星期幾 比如說 2019年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 2019年的1月1號星期幾以後 那要算3月1號就是 前面還要再加58天 59天 就是印3月1號 這59天才知道 它要印幾個空白 這裡的空白要印幾個 那這裡有設定 blank24 就是這一個字有24個空白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第一個 如果這裡就是要知道 取4個空白 這裡就是要取 10個空白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知道 每一個月要印第一天以前 前面要留幾個空白 就用這個字串來 取紫字串來印 那接下來呢 1到M 1到M 然後 這裡就在算 1月1日到輸入 那一個月份的1日前面 共幾天 就是去累加這前面 就是用這個 sunday 就要知道sunday sunday到 以後到底有幾天 sunday以後這個 這個到sunday要有幾個 幾個天 幾天我就知道用幾個空白 那這裡就是在算 這個其實外面也有這個程式 就是要算 讓你去算 公園 的某一年的1月1日星期幾 就是這一個程式 就這這麼簡單 那這個都是假定公園0年的 公園1年的1月1日是星期一 其實公園不是這樣算 公園好像是到 現在是2000多年嗎 是1300多年才有 才被制定這個 因為他公園是用 耶穌誕生那一年 可是真正在有用公園 這個是到 好像1500多年以後 才開始有在用 用這個式子 可以套進去是剛剛好 就是你回推 好像公園1年的1月1日就是 星期一 就這樣往後推了 各位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然後這裡我們print就是 這個是一天運出來的 這個是一天運出來的 這一行就直接運了 就是這一行 接下來就是 我們已經算出來前面幾天的時候 就是知道他weekday是 就從這裡取指示算 這一行其實就是在取前面 要控幾個空白 那接下去就跟著運了 每到7天就下跳一行 每下天就這樣運了 就把這個程式結束了 講好像很簡單 可是要寫程式都要花一點時間 這個程式不長 但是是有難度的 因為他最主要要精準的算出 那一年的1月1號星期幾 第二個 要你那一個月份的第一天 是星期幾 把它找出來 接下來 那個 當年的1月1號星期幾 還要看看前面有幾個潤年 總共要扣掉多少潤年 就是這一行 什麼 每四年一潤 一百年不潤 四百年又潤 這一個就是在這裡算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裡 會知道他前面要留幾個空白 如果他星期幾 就知道前面要留幾個空白 那如果知道前面要留有空白 接下來就好運了 就跟著運了 他每到7下跳一個 每到7下跳一個 一直到運 看那一個 那一個年份是大月小月 大月印31小月印30 也是根據這個來印的 根據這一個 好 以上就是我們跟各位說的 列印月曆 不容易 就是要思考 然後自己寫一次 第36題是兩個矩陣相加 那題目是說 輸入兩個三乘三的矩陣 將這兩個矩陣相加 在電腦叫矩陣 在數學應該就是行列四 行列四的相加很簡單 它相對位置把它加起來就對了 所以它的結果是2加4等於6 7加8等於15 3加1等於4 那就這樣把這個行列四加完 本來它是一個串列 那串列跳行沒關係 沒有影響 所以不必寫成一行 因為這樣子 用我們的視覺看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就把XY 結果就result 兩個相加的結果 都把它原來是一行 的串列列成一個 三乘三的串列 這樣對我們視覺感受比較清楚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要相加 其實就相對位置 把X加Y 加起來放在R 把它對應的位置加起來 這樣就對了 最後把它印一個R就可以了 For R in R 這個也是很特殊的寫法 很特殊的寫法 好 待會我們在互動室也可以這麼做 做給各位看 我們現在就進來了 先執行一次 把程式交進來 Print R 等於R Run 好 Run它已經Run出來了 就是我剛才講的 2加4等於6 7加8等於15 3加1等於4 好 其他的相對位置就把它加起來 那最後呢 你看看我們可以直接Print 掛號R 它就會印出R 不過 它會印出第三個 這第三個 1 2 3 因為這R已經來到0 1 2 來到2 那這一個R 就是這一個R 這個是一個串列 這一個是一個引述 引述這是一個串列 好 那你如果要印真正的 我們來看一看喔 我們把Print X 它是印這樣 好 然後 所以這裡如果不要寫R等於R 我們這邊把它寫 A好了 小A喔 I好了 I 這裡寫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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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弄一次 結果是一樣 但是這個時候Print R 應該就不一樣了 Print 因為R沒有被變掉 因為R沒有被變掉 剛才R被變掉了 剛才那個R的引數 所以這一個是類似的 這一個是一個整數 如果你剛才寫那個R跟這個R是不同的 不過那種寫法是很奇怪的 會亂掉 因為你把兩個R的變數定義 一個是在做串列 一個是在做整數的引數 好 剛才 所以我剛才有說 那是很特殊的寫法 那 幾正的相加是一個相當簡單 下面那一個 幾正相乘 喔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所以下面那一題 因為這個講完再講下一題 這樣各位比較容易了解 謝謝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 這個題目叫做兩個矩陣相乘 老實講這個題目 並不是很簡單的題目 現在這裡它有兩個 3乘3的矩陣 X在這裡 Y在這裡 現在結果是0 那 我們要寫一個乘4 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那乘4在這個地方 那X的對應位置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00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01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02 也就是說這一條 這一橫列 這一橫列 它第一尾是0 第二尾是012 好 那第二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呃 我們這個程式其實可以 到這裡來 它可以 它可以驗證 這個數字乘這個數字 答案等於多少 方便你知道 你的程式到底有沒有寫錯 那 接下來這邊就是 接下來這邊就是 下一頁 我們到下一頁 下一頁呢你看看這個是X 這是Y 我們 我們現在要來討論第三十七題 兩個矩陣相乘 這裡有一個3X3的矩陣 這裡有一個3X3的矩陣 一個叫X4 一個叫Y 那他們相對的位置這邊都有標示 這是第一橫行 第二橫行 第三橫行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相對的位置就是 這是00 這是01 這是02 現在要把兩個相乘 那兩個相乘應該怎麼乘呢 我們來看這裡有一張圖 現在這是應該在行列式裡面有講過 這一條紅線對這一條紅線交叉的位置 就在左上角 所以這個紅線 3X4 就是12 然後再加上 因為這是0X2 所以也是0 然後再來2X0也是0 所以答案這裡是12 就在這裡 這個也是紅色的 那接下來是綠色的 綠色是3X7加0X2加2X1 在這裡 所以這是綠色 答案是13 那藍色呢 就這一條 各位可以看 這兩個橫線跟直線交叉的位置 就是他們 結果要顯示的地方 那這裡是他們的運算過程 這個表號這樣很清楚 那這個都可以去驗證 這個我們是有 可以到這個地方來驗證 我在程式裡面這邊有寫 這裡 你看看 我現在把這個抓出來 然後呢 到這裡來 你看看 你做驗證把它輸入這裡 它這邊就有結果了 這個乘這個等於這個 我們有給各位網址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輸入不同答案 你要驗證它對不對 就到哪裡去驗證 好現在我們XXXY 各個位置 真正要乘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 它的式子就是這一個 好像後面還有 好沒有啦 我們來看看 我把這個 拿起來 拿起來 Copy 到這裡來看看 好 就是這樣沒有錯 那 那 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講 這個層 這個加這個層 這個加這個層 就放在 左上角這個位置 那 我們來先執行它的程式 程式在這個地方 程式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把它亂看看 這是它的程式 我們把它亂看看 這拉開的時候 就 看得很清楚 但擠進來的時候 就會 歪掉 把它亂 結果是 這個是結果 這是印出來 這是用 三行串列把它印出來 那 乘的數字 我們要對應這個 就是這樣乘 也就是 各位看好 00 0 乘上 00 就在這裡 00乘上 00 再加上 01 乘上 10 01 乘上 10 再加上 02 乘上 20 02 乘上 20 他們相對乘的位置 相對乘的位置 相對乘的位置在這裡 我有用顏色寫出來 相對乘的位置 這都寫出來 那為了證實我們城市 是正確的乘到這個 我把這個城市 在run的時候 多了這一行 各位可以把那個 我們有附這個城市 給各位兩個集鎮相乘 一董 這個城市 那為什麼比較容易董呢 因為 他這個結果 他這裡的結果 這是 M1 M2 跟M3 M1 M2 M3 就是 結果的這個 M1 M2 M3 第一次印出來的 再加上 第二字眼在這裡 第三字印在這裡 所以這一行在印的時候 其實真正寫城市 這三行 要把它寫成一行 真正寫城市 那我們現在只是為了 讓各位了解 所以把它拆了 拆成三行 現在我們來對應它 就是這一個 要算M1 但是它要來加 但是它要來加喔 它也就是 它也就是 這個 再加 各位看好 在這裡 這三個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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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那 紫色的02 20 就是這個 沒錯 那它是分三次 累加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它是要累加 第一次的累加是 這一個 這一個 就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這一個 第二次的累加是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放在這裡 那第三次的累加是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放在這裡 這是寫成三行 那城市 你把它對都正確 所以這邊 53 63 49 就這樣算出來的 好 那各位在RUN的時候 可以RUN一下 這一個 兩個體鎮易董 這一個城市 這樣就可以很明確說明 這一個城市的邏輯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這個我們剛才也解說了 那 result m1 這是結果 這是印出結果 印出結果 用這一行來印 m1 m2 m3 每一個都佔上位 好 然後下面還有 應該還有一行 這一個 好 各位看這張圖 上面所講的 他們成的方法就是 如果這x是173 24 5 6 289 他呢 這個是abc就在這裡 那這jkl 就是這個 那所以他每一行就代表 這個乘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aj 再加上 v乘上m 就是這個 再加上c乘上p 就是這一個 好吧 我們都把它解釋得很清楚了 那在 這本書上 一進來就有講了 值得思考 有點難度 好 那你要寫的時候 必須把這裡 真正在寫成4的時候 這三個是要再換成一行 再換成一行 這樣才能變成 欸 我的數 不管是幾階 我都可以成 3x3 2x2 4x4 都可以成 那你寫這樣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它固定只有三個嘛 寫成回圈 那邊還可以跟著m在逃 好 各位嘗試一做看看喔 把這個 變成一個 可以做 二階乘乘 二階乘 三階乘乘 三階乘 或者 四階乘乘 四階乘 好 以上就是跟各位說明的 兩個 三階 行列式相乘的結果